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到《月博记》第24章 在昨天23章的经文 我们看见月博他向上帝表达 他愿意寻找上帝 他愿意在上帝的面前 好像朋友之间能够跟上帝有一个的对谈 但是他也承认他现在最大的一个的苦楚 就是他不知道上帝在那里 他不会被黑暗 昨天23章的结局 他不会被黑暗所剪除 但是他承认现在幽暗却遮盖了他的脸 他的这一个的幽暗需要被打开 来到第24章 他就再次的去表达 他说上帝为什么不见呢 难道上帝不知道 这个世界充满许多不公义的事情吗 在第一节 一直到第12节 这第一个的段落 岳伯就描述这个社会充满许多不公义的事情 难道上帝视而不见吗 难道上帝还要隐藏自己吗 岳伯在寻找上帝 我们要记得他在他表达的是 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什么是这些事情 为什么会发生在他身上 他不明白 因此他要寻找上帝 他可能就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当中 他就做出一些的联想 他说这个世界不单单是他面对这一种的不公义 还有许多人也面对这一种的不公义 我们看看第24章 我们可以选一些的经文来看一看 他说上帝为什么不定下期限给那些恶人呢 限制他们 不要让他们为所欲为 他说有人挪于地界抢夺别人的牲畜 来去放牧 挪于地界 就是说他更改那个界限 占有别人的土地 他们抢夺这些寡妇孤儿的驴还有牛 做抵押等等 在第12节的时候 他说上帝难道不理会这些狂妄之事吗 上帝却不理会吗 换句话说 岳伯他感受到 他说他在寻找神 他在面对不公义的一种的情况 不单单是面对无知的苦难 面对朋友 还面对朋友的这一些的论断毁谤 他想到这个世界还有其他如此的面对苦难的人 上帝难道不在吗 然后在第13到17节 他就形容那一些作恶的人 好像很猖獗很猖狂 第13到第17节 讲到恶人好像可以毫无计算的 来去做他们要做的事情 第13节有人悲弃光明 不认识光明的道 杀人者黎明就起来 就去杀害这一些困苦和贫穷人 第14节 夜间又去做贼 然后第15节提到那些放奸淫的人 那个奸夫等待夜晚的来到 说没有眼睛能够看到我 他就为所欲为 他们在做这些糟糕坏的事情 第一个段落 约伯说这个世界有很多苦难的事情 上帝难道不理睬吗 第二个段落 他说到这些恶人 好像越来越猖狂 越来越猖狂 越来越得胜 有些时候 不晓得弟兄姐妹 我们在看马来西亚的政治也好 马来西亚各种的处境也好 有时候会有这种的感受 很多不公义的事情 许多的这一些种族的情况 宗教的情况 不公义的事情的发生 也就是我们看到作恶的人 为什么师父好像不能够把他们给拉下来 还在高位上 还在这一个很猖獗的一种的情况 这是越伯当时的感受 越伯的感受 不单单是感受别人 越伯感受就是感受他自己 他自己就在面对这种种的苦楚 当然在第18节开始 一直到第25节 就是这一章的结束 我们看到越伯改变转化了 他说恶人虽然好像得胜 然而恶人却不能够长久得胜的 他有一天会被上帝拖他下来 上帝有一天会施行他的审判 我们看到越伯对上帝仍然存着信心 第18节他说什么的 恶人好像在水面上的飘荡 没有基础的 有一天他会沉下去的 他会四脚的 他会滑脚的 他说什么 第19节干旱融化了血水 那个冰水 结冰下雪的血 这个燕热就会融化这一些的血 然后他讲什么 阴间也要如此吞灭那些犯罪的人 我们看到越伯 他是仍然对上帝有信心的 特别在第22节他说什么 他说上帝他会用他的大能 把这一些强盛的人 把这些有势力的人给拖走 他们可能短暂的高升 但是他们却不会得到生命的保障 越伯说上帝人一定会出口 一定会出手 在第一个段落 他说上帝你在哪里 第二个段落 他说恶人兴起 然后第三个段落 他说上帝有一天必然要申冤 上帝有一天必然要兴起 上帝必然要来去审判这些作恶的人 这是越伯的盼望 但是他其实在前面 我们整理前面 一直来到第24章的时候 越伯可能感受到 他不能够在肉身之的时候 就看到这些的东西 他渴望在死了过后 安息过后 离开肉身过后 他能够朝见神 他能够在神那边 再次的被神来与神面对面 与神交谈 然后得到这个解答 读完越伯记 我们看到上帝不必等到越伯离世 上帝就为越伯来申冤 弟兄姐妹 这个世界中然有许多不公不义的事情 这个世界有些时候 我们看到恶人仍然猖獗 但我们不要对上帝失去信心 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力量 我们能够做的 我们能够尽上的本分 我们好好去做 作为为理工会的这个的会友 在约翰卫世里的教导里面 就教导我们 要尽量去行善 要远离二世 但是要去行善 要去讨神他自己的喜悦 因此帮助我们 给我们力量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要为着这个世界上面对不公不义的人来祷告 求神祢自己为他们申冤 求神祢自己禁止犯罪的人 主啊 我们等候祢 祢是申冤的主 祢是公义的主 我们仰望祢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祢是申冤的主